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晚有很多股民都應該睡不著 因為星期五就是那些reddit股民聲稱要決戰的大日子 因為他們憧憬著很多造空機構的補淡倉期限 將會在今天屆門 故此到底那些華爾街大鱷今晚會不會變成了丁蟹呢 很快答案就會揭曉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有位reddit網民寫了一篇核文 說明是要聲討那些大鱷和對沖基金 而這篇核文在reddit上面就已經獲得了超過13萬網友的讚好 所以就具備了一定的民意基礎 這篇文章就說到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期間 華爾街就令到幾百萬個美國人蒙受著一些苦難 華爾街非但沒有受到懲罰 而且還通過了金融的政策 而獲得幫助和獎勵 這位作者又指責主流媒體 在華爾街的卵液底下卑躬屈塞 妖魔化整班reddit的網民散戶 指稱他們是市場的破壞者 其實他就解釋 這次這個扎空的行動 就是想嘗試改票整個股票市場的運作 而這位作者就宣稱 他已經將整副身家 分身了去GameStop這隻股票上 還打算是長渣不放 這位作者就說 他盡可能也要希望 令到那幫大鱷受苦 這就是他的說法 這一篇文章很明顯就有幾個目的 第一就是要提振在reddit上那幫網民的士氣 因為其實很多網民同時都是散戶 有份參與這個扎空的行動 他這篇文章明顯地就是想將那幫網民重新團結起來 使他們不要受到外界的因素所影響 比如說主流媒體對他們的批評 又或者是那些證券商在臨時爭設一些買賣規則 買賣限制 令到有部分人被震走了 他這篇文章是有這個目的 此外他也是想吸引更多的散戶 參與這場遊戲 因為他就將整個行動的原因 很詳細地解釋清楚 嘗試增加了這個行動的正當性 從而吸引更多人參與 其實有部份香港網民都是這樣的心態 我自己認識的朋友都是這樣 我就問他們 你買一股買幾股 其實那個份額都不是很大的 他們就解釋 其實都不是說 只是想著買這隻股來賺錢 或者怎樣 他們已經不是說錢的問題 而是解釋給我聽 他說為了一口氣 他看不過眼 他覺得要參與其中 就算是虧了就當是跌了 這樣的心態 如果抱持這種心態的散戶 夠多的時候 對於那群大鱷來說 是很惡搞的 他都不知道怎麼做好 因為正常市場 大家都是求財 不是求棄 你升到不上下 當然是放手 這群人不放手 他就是要看你怎樣的下場 如果這群人夠多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濕 那些大鱷在嘗試平倉的時候 他就要出更高的價錢 去掃貨 但是如果這群人 他仍然是不賣的時候 你能夠出到多少的價錢 所以今晚就很精彩 一定是會 大家就拭目以待 到明天的結果 就應該會有 在昨晚 美國證券商 Robinhood 羅賓漢 曾經在一段時間 針對 GameStop股票 和一些相關的股票 作出了一些 臨時的買賣限制 使得 有部分的散戶 在一段時間裏 准賣 就不准賣 有部分散戶 由於他膽怯 他怕 只是准賣不准賣 於是他低價地放盤 走貨 這件事在美國政界裏 已經有很多人出來 升土 不分左中右 到了今天 共和黨籍眾議員 Paul Goser 就爆料 他說在這次GameStop的事件當中 其中一個主要輸家 就是對沖基金 Melvin Capital 他說 原來Melvin Capital的母公司 叫做Citadel 他貢獻了 羅賓漢有四成收入 他就認為羅賓漢禁止散戶買貨的原因 不是他所聲稱的什麼流動性問題 而是出現了一些反競爭的行為 於是他就去信要求司法部 介入調查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個消息 我不敢說這個議員他自己的爆料 如果是的話 這是很嚴重的利益衝突 原來 那家公司貢獻了你這家證券商 四成的收入 那你是不是偏幫他 這些就真正叫做瓜田里下 原來他跟你有這麼深的利益瓜葛 就算你說不是在幫他 那些reddit的網民都未必相信 是不是 貢獻了你四成收入 不知道是不是 那你司法部就要去查一下 很嚴重的問題這個是 准賣不准買 哪有這些規矩的 你不如索性說准輸不准贏好過 好了 至於全球的首富 馬斯克 就是Tesla的創辦人 他都看不過眼 他就在Twitter上發表了一條貼文 我認為他這條貼文是很有意義的 他說 你就不能夠賣出一家你沒有擁有的房子 你也不能夠賣出一輛你沒有擁有的汽車 但是 你就能夠賣出一些你沒有擁有的股票 這個他認為 是BS 我相信是粗口字的簡寫 他就認為這樣做是等同於scam 是詐騙 純粹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因 而使得他是合法 我認為他說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根本上這個股票市場 就好像一個龍潭虎穴 有些大鱷就當散戶好像點心 吃得他就吃 那你那些監管機構有沒有及時來做好 你那個監管的功能 只是說昨晚就已經無法發揮作用 所以 馬斯克說這番說話其實是說得很對的 你也是時候需要改革 你這樣來做空 然後做空的比率是去到130% 這個是很離譜 只不過為這次有些散戶走出來公其不備 才可以反過來割回這幫大戶 是說錯的 往事來說 哪有還擊之力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說 股市比賭場還差 看你怎麼看 如果純粹說以投機的心態 分分鐘就是差 如果你是以投資的心態 你的股票起碼都是長渣的 不是玩什麼day trade 不是職日先的 這樣也可能是有機會賺 老實說你那些職日先的 很多人都是輸得淋淋淋的 不過很多人就是贏的貼出來輸的不貼 其實賭到錢都是這麼壞的 那些人贏馬贏球 他們是起勢貼上Facebook 貼上Instagram 因為是威水 有些人賺了股票也是 贏的貼輸的 他不會貼的 大哥 輸了就好樣子 臉都猛了 茶臉猛高 要貼什麼 總之大家就是要量力而為是 反正天下烏鴉就一樣黑了 大家昨晚都已經見證到了 原來可以這樣 監人乃侯 我真是第一次見 你還說什麼合約精神 你還說什麼自由市場原則 原來有些東西你喜歡改就改的 那你怎麼取信於人 你怎麼說誠信 最後就說一下Facebook 為什麼Facebook有關事 又關他事 Facebook現在是什麼都有你的份 原來Facebook 將一個討論股票買賣的群組 羅賓漢 就下架了 Facebook就說 在這個群組裡面 大約有15萬7千人 很多散戶在裡面聊天 肯定就有很多談及到這個 GameStop的股票 不用問阿貴 他們就沒有透露到 下架的詳情 路透社就報導 Facebook認為 這個群組是涉嫌 不討論一些性侵的議題 其實這只是找事來講 如果他的群組裡真的討論過一些不應該說的東西 你就把那個題目刪除了他就可以了 把那些鐵文刪除了他就可以了 很簡單 有10個人說10個這些鐵文你認為他是違規的 你刪除了那個鐵文他就可以了 你不是刪除了群組 是不是 你刪除了群組 那些散戶就等同於你不讓別人有一個平台去說話 你不讓別人去討論 你不讓別人去談那些策略 你說什麼東西全部都是借口 你管他說什麼議題 我都認為如果他有說一些非法違法的議題 你應該刪除了他 不是刪除群組 你刪除那條鐵文就夠了 就算你做得再盡一點 誰說這些你認為是違規的東西 你就刪除他的戶口 但是你也會說裡面有15萬7千人 難道15萬7千人全部都有份討論過 我不信 在網上有沒有無聊 入了這些羅賓漢群組 肯定是想說怎麼賺錢的 哪有這麼無聊 還說其他的議題 你這時候就弄到別人沒有了平台 不要緊 別人可以回Reddit 別人去討論區 但是顯得你Facebook是很醜陋 你鑑聲把別人的平台 就叫做下架 那你什麼意思 你就是取締了他 這個是打壓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你給別人的觀感就肯定是很差 所以你很難怪經常有些人說 你背後那些 華爾街呀科企呀 整班人是不是同一個利益集團來的呢 所以很難怪那些網民會質疑 究竟你們背後是不是有歐連的呢 別人想不敢想都不行 你現在做出來的效果就是 令到別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動不動就把別人的群組下架 那你那個平台到底有什麼價值呢 好啊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